这个在老人面前嫁跪痛哭的女人叫苏雅丽 面前这位是她的姑姑 她如此苦苦哀求姑姑 是因为一份31万元的赔偿款 苏雅丽的父亲在十年前离家出走 这十年里对家庭不管不问 寻找无果 一个月前 因为母亲医疗事故离世 获得了31万赔偿款 而父亲得知后却突然回家 要求分得这笔赔偿款 这令苏雅上下都无法接受 一个父亲竟然能做到十年对家不管不顾 听到前后立马跑回来 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而父亲十年前又为什么离家出走呢 谈起父亲的苏雅丽 除了愤怒没有别的感情 她说在母亲临终前曾给父亲打过电话 但那边传来的声音却是 她的死活都和自己无关 但是一听到母亲的赔偿款下来后 父亲却亲自来想要分得一杯羹 对于父亲指认前的做法 苏雅丽表示很是失望 31万元的赔偿款 苏雅丽并不是自己独吞 而是全部留给了大哥的女儿依依 四年前苏雅丽的大哥苏国中因肠癌病逝 之后大哥唯一的女儿依依 一直由苏雅丽抚养 如今才七岁的依依 却患上了肠性膜淋巴结盐 而且小依依还天天喊痛 因为大哥和依依的阵痛部位一样 而且都是淋巴肿大 这让苏雅丽很是担心 她害怕大哥的肠癌遗传给依依 所以她现在不得不做好准备 她打算把母亲的赔偿款 全部用在依依身上 等了一天的记者终于在晚上 见到了苏雅丽的父亲苏志强 面对女儿和记者的登文 苏志强表现得极其淡定 她告诉记者 自己的脚粉碎性骨折 现在只能依靠拐杖行走 丧失了行动能力的她 就丧失了生活来源 所以她急需这笔钱用来养老 她表示 自己当年离家出走是因为 妻子在外面找了别的男人 一气之下才甩手走人 面对这样的说法 苏雅丽却表示十分不认同 刀她一把 每个人她自己姐妹都说 她不是说我们冤枉的 一直就待着了 待着了 这里住那里住 苏雅丽说 自己父亲是因为有了别的女人 才和母亲离婚 但因为父亲不愿和母亲分房子 所以两人一直没有办理离婚手续 父亲外面的女人因为苏志强摔断了腿 也离开了她 而父亲因为没有了依靠 才来和自己分赔偿款 苏志强听完却说 自己现在没有赚钱能力 而且从法律上讲 自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于情于理 这些钱都必须要分给自己的 十年来 苏志强从未做到父亲的责任 对这个家不管不问 母亲重病时 请求她来医院看望都不来 而如今却突然出现要求分钱 不论怎么说 苏雅丽都认为父亲毫无道理 虽然赔偿款是下发了31万 但母亲的丧事已经花掉了11万 再加上大哥洞手术欠的17万外债 如今只剩下3万元 而这3万元 苏雅丽是留给依依看病用的 面对给孙女看病的说法 苏志强表示完全不接受 她认为 给依依看病 全是苏雅丽编出来的谎言 就是苏雅丽想要独吞这笔钱 此时的苏志强对自己的亲孙女 依旧冷血 她只想要钱 大哥已经离世两年 苏雅丽把大哥唯一一张照片 珍藏起来 她希望依依长大后 能够知道谁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而且苏雅丽表示 苏志强不仅对病重的妻子冷漠 对林中的儿子更是绝情 苏雅丽曾经对父亲说过 自己愿意出车费 住宿费 甚至愿意给父亲酬劳 让父亲最后看一眼 自己唯一的儿子 而苏志强的回答却是 我早就当他死了 我来看他干嘛 五毒不食子 在这件事之后 苏家姊妹对父亲彻底失望 而大哥生前的一句 帮我带大女儿 让苏雅丽坚持地 要把依依抚养长大 依依是个苦命的孩子 一出生就被母亲抛弃 三岁就被检查出视力有问题 而现在又患有肠气膜淋巴结炎 但因为缺钱 依依现在只能吃消炎药控制 因为害怕依依遗传大哥的病 苏雅丽只能依靠母亲这笔赔偿款 为了劝说父亲 苏雅丽找到大姑 大姑却也显得无能为力 她不是没有劝说过苏志强 但是只要一听到她的劝说 苏志强就破口大骂 她猜测是因为苏志强和儿女关系紧张 害怕以后无人养老才态度如此坚决 姑姑知道苏志强犯下很多错 但看在老人如今孤苦伶仃的份上 她希望妇女二人可以兵事前前 可是听到这里的苏雅丽 情绪更加激动 她哭着跪在地上 拿出依依的病例给姑姑看 表示自己并未说假话 照顾好依依是大哥最后的愿望 依依现在就指望着比前治病 为了了解依依的病情到底如何 苏雅丽带着依依来到医院 似乎这种悲痛的情绪带给了依依 依依开始不愿进去接受检查 而在外等待结果的苏雅丽更是紧张 但经过医生的检查后 苏雅丽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依依的淋巴形状以及大小 都属于正常情况 而且这种病在同龄孩子中很常见 所以不必要引起惊慌 而且大哥的病 遗传给依依的概率极小 过度的心理负担 反而会给依依带来心理压力 听到依依没事后 苏雅丽流下激动的泪水 记者采访苏志强的邻居了解到 苏志强为人风流 这么多年 既不是一个好丈夫 也不是一个好父亲 而苏志强的二女儿表示 苏志强还经常家暴 导致兄妹几个无家可归 只能在别人家的牛棚里凑合一碗 而他们的母亲 本来想等子女长大后 安享晚年 却不料 白发人送黑发人 儿子的离世 让老人打击很大 最终欲语寡欢 抱憾而终 所以苏家子女认为 母亲的离世和父亲 脱不了干系 苏雅丽的两个妹妹 也明确表示 自己愿意 把应得的赔偿款 全部拿出来 给依依治病 但对于自己的父亲 她表示 自己不会赡养 苏雅丽夫妻二人 家庭条件并不好 为了抚养依依 和自己还在上学的儿子 他们租了一间 一年两千元的房子 为了给依依看病 夫妻二人 也是到处奔走 甚至为了依依 二人放弃了要二胎 为此 苏雅丽还和婆婆 大吵一架 虽然依依叫自己姑姑 但苏雅丽 已经把依依 当成亲生女儿 哪怕是自己辛苦一点 受再多的苦 苏雅丽 也要谨遵大哥的遗嘱 将依依抚养长大 对于苏雅丽 妇女二人的纠纷 他们来到村委 进行调解 桃解刚开始 苏志强突然失的大开口 将之前的三万元 改成五万元 丝毫不顾及 儿子生病时欠的外债 对于父亲这一要求 苏雅丽完全不能接受 他希望 父亲可以看在 生病的依依身上 做出让步 而苏志强却明确表示 孙女是孙女 自己年龄大了 可以不负责任 钱是一分都不能少 孙芝叔 鉴于对空巢老人照顾 他提出 让三个子女 把苏志强的房子翻修一下 并且让子女写保证书 每月给苏志强三百元 用于生活 可即便这样 苏志强还是完全不同意 孙芝叔看到老人 如此冷漠的态度 非常气愤 他让苏志强 对自己的行为 做出反思 如今闹到 众叛亲离的地步 带从自己身上 寻找问题的根源 而不是 一味地推卸责任 事到如今 两人都不肯做出让步 两人的关系 再一次到达冰点 如果苏志强 不这么自私自利 如果他能不为了金钱 抛弃亲情 他们妇女的关系 也许还有缓和之地 苏亚历 因为大哥的一句遗言 用一生来兑现 相信 大哥在天之灵 也会必有一一 一生平安健康 苏家妇女二人 做到极恶极善 两个极端 人若恶毒 众叛亲离 人若善良 价值不菲